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週投資會 HELLO 比比 HELLO 大家好 今集是有關大政權國際財富管理策略師溫潔 Kenny和大家聊聊天 所以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早點問一下 因為有時很多問題答不完 我會和比比轉答大家的疑問 看看今天的市場 上星期五是4月的第一個假月 出現單日轉向 守住了22,000點的大關 今天港股高開 最後是收報22,502點 升了462點 算是不錯 今天看物管股、內房都升得挺厲害 科技股普遍都做好 另外另一方面是講股通 在這個星期三恢復 所以看看整個股股走勢會有什麼影響 分析一下大市 之後再講一下板塊 謝謝你 今天大市表現是優越預期 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你看夜期、黑期、ADR 都大概是升200點左右 所以最後計算 460點是超出少許預期 第二,其實之前有個高位是22,432 今天都穿了 所以某程度上是升得比率多 亦都破了少許位 到達了我們第一個初步目標 當然我們都會看回50天線會更加重要 我暫時維持之前的判斷 如果沒有特別的新的利好因素 在50天線流上的話 我又會小心一點 當然不是說50天線流上 我立刻要沽貨 要做一些短倉 不是 只不過再買貨 可能有戒心會多一點 暫時來說我都覺得市場的情緒 其實是OK的 你還要站穩著 22500點 但情緒OK是一件事 基本因素沒有惡化 是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也沒有明顯的好轉 大家擔心事情 不要說擔心 一些變數 沒有危機 美國加息 內地的疫情 甚至是說一些監管方面的問題 似乎都未完全解決到 所以我只覺得 第一 要看行業 要看板塊 大市本身 要維持智能判斷 在22700 因為50天線 跌了下來 所以比之前說 22700 就低了一些 暫時維持 22700 2300 會開始有比較大的阻力 所以大家可能都買還買 炒還炒 我同意的 現在的氣氛是真的OK的 都沒得減還不行 但是 始終油價高企 債息的收窄 這些因素 港匯的偏弱 這些你又不可以純粹看著市場氣氛 保轉 你又將這些東西拋諸路後 所以短期受著的情緒所注到 暫時還是OK 也不排除 大家覺得可能接下來這兩天就是假期 然後北水就回來了 北水回來了前 我當然先買了 所以今天看到大家都很積極買貨 特別是買一些可能 最近這一個星期都看到了 就是一些落後股做得特別好 當然大家衝擊 政策上針對內房是有一個放鬆 但這件事情緒上都變化很大 前一個星期大家擔心 十幾家內房公佈不到業績 它又跌下來 今天又敗北復活 所以我自己也維持之前的判斷 那邊的內房是值得趁低吸納的 但當它有回調的時候 但整體的板塊 都是維持我比較忠誠 甚至是覺得小心一點 如果你今天是大幅度的攀升的話 你叫我追貨 我就幾大都不行 我也大致上維持 我知道你會笑我老土 笑我這麼保守 當市升四百點五百點的時候 就會特別顯得我報仇 但我還是堅持幾件 高息股 國策優秀位股 還有剛剛業績期結束 當然是一些業績理想的股份 我想這三個部署 未必能跟得足貼 跟得貼的市 但beta低一點 你買得安心一點 我看到今天我們說的股票 全部都是升的 所以升得多升得少不重要 最重要是有升的 你買得安心 所以我還是維持大市 在一個大型的區間上落 不要看得特別太好 也不要過分悲觀 我最怕就是升五百點 又無限亢奮 跌五百點又說港股二四 你永遠都是給市場的走勢 帶著你走 而策略呢 我想由12月中開始都沒有變過 就是三大策略 高息、國策和職休股 好棒 剛剛都在說內房物館 明明上個星期 大家可能很混亂 上個星期說得很擔憂 這個星期很厲害 星期一走 這個時候 雖然說不追 這個時候升了這麼多 就不是一個追入的好時機 但是有沒有說 可能之後有些放寬的時候 可以留意哪兩隻 可以先看清楚呢 都是那幾隻 就是說華潤自地 中海外 月秀等等 我之前其實 說真的 雖然我們12月開始就說 不買內房 不買物館 不買生科 和科技股 其實部分的 叫做一些房地產股 做得挺好的 我們走一步 只不過就是 當你六百八都升到沒有譜的時間 難道我再追什麼 當時的評論就是 好的一些又有些太貴 衰的那些又有些廢 所以我都不知道 他接下來會不會有些違約風險 或者流動性風險 我又沒有理由追一些比較落後的 形成一些 在當時來計 我們入不到市的一個困局 但是現在來說 都是看著那幾家人 他肯回套 當然你隨便這麼想 3月15日 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當恆生指數見過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五點 你隨便這麼看 其實很多股票在那個價位 都是很漂亮的 不過沒得說時候 所以現在唯有再等一些內房股 有個回套的時間 我們可以買回一些質地好 央企背景的一些公司 我想剛性需求存在的話 有些可能面對流動性風險 投不到地 賣不到地 甚至乎是叫違約的話 其實頂部都是這麼大 你的競爭者少了的話 幸存者一定是受惠的 所以財務報表越是穩健的 就越在這一輪 就像北非特所說 當你潮退的時間 你就知道有哪些人是沒有穿泳富了 那你有穿泳富的那些 就玩得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內房是可以留意的 不過就是局限於過幾間 還有要等它再一次回套的時間 又是我們上車的機會 提及港股通會在今晚三恢復 就是北水 對港股很小 接下來會不會有些影響 怎樣看呢 要留意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其實所謂的港股通 無論北向也好 南向也好 其實都是看基本因素 如果基本因素香港是好的 當然北水會南下 但是我想現在大家憧憬就是 你應該隨著市場氣氛好轉的話 北水回來就會帶動市場上升 所以今天就先買了 不過第一 我們就是清零節 但是美國是沒有清零節的 所以其實外圍股市 還有很多東西發酵的話 你要斷定星期三 究竟市場是升還是跌 其實都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我想要看看接下來的發展 第二就是要留心一點的是 最近其實北水有些反覆 這件事是我比較擔心 因為大家知道 情緒好轉了 這個大家有共識 但是基本因素上 我們提出過一些指標 包括南向資金的多月少 包括債息的寬同窄 甚至港匯 其實這些因素都不見到一件事 就是基本因素不算太利好 所以接下來北水是否繼續南下 或者我不是繼續南下 是否重新南下 這個都關鍵 當然大家經常說 股票市場是金魚缸 有水當然好 有水 香港投資者又買 歐美資金又買 但內地北水又買 自然市的表現會比較好 但我想這一刻來說 太多變數的話 都不要寄望 星期三北水一定會洶湧而至 我看到也有些問題 先回應讀者 好 有讀者問想換買的 就由這個三百二的中匯集團 接著就換去三三一 就是這個封聖生活服務 就問有什麼意見呢 好 第一件事就是 會不會是考慮用一個新資金去買呢 因為現在來的三三一 我們都說其中一些收息 雖然價現在好像跌了些 但因為之前除淨了 大概派兩毫子左右 所以現價你加兩毫子給他 相對上是穩陣 不過我覺得三八二其實 是不是失望呢 我都說是失望的 都跌到殘了 所以如果你在這一刻 在比較低位沽三八二的話 其實再去買三三一 我覺得這部分 三八二那裡虧了張 是一樣的 如果可以的話 你有多餘的資金 你就買住三三一 買分住 收住息 但是希望三八二在未來裡面 有些反彈的時間 才再套現 我覺得這個部署會好些 如果不是的話 三八二雖然說 你真的沒有仇報 因為三三一始終是一個比較穩健的股份 它不會一連升一倍兩倍 所以是不會幫你追得回三八二這件事 所以一個是收息 你永遠這部分都是心孔裡面有一條池 所以如果資金容許 我就傾向用新資金去買三三一 那這部分呢 希望有反彈 我們先再做這個沽售動作 好 接著就問內需潤啤的291 就問現價可否入呢 這個難回答 為什麼難回答呢 主要原因來說就是 市場氣氛向好 對它會有這個幫助 但是始終暫時來計 一些農產品價格 都還是比較高期 不單止農產品 基本上你想想 啤酒的話 由鋁罐、玻璃罐、大麥等等 全部都是今次我危機裡面 受創比較深的一個板塊 所以相對上來說 對它影響是大 所以我自己覺得 會不會考慮一些 如果你想買內需股 會不會考慮一些 是沒有那麼受原材料 價格上升的股份呢 暫時去看的話 291也好 清啤也好 我想價格都會比較波動一些 但是短期勝算未必太高 可能升一日兩日又跌下來 升一兩日又跌下來 這樣的話呢 我會覺得你可以考慮 例如舉個例子 會不會是 這個是2319 這樣放低一點 譬如42元那些 我覺得短期的能見度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嗯 然後也是另一隻內需 就是2319無牛 都是問現價可不可以入 先看看 現在今天收市還不可以 今天收市是42.35 跌了1.5% 差一點吧 你記得的話 我們從頭到尾都說42元 所以我還是維持42元以下 我會買得舒服一點 第一 又問回大家一件事 在初段我們說的大市來講 我都是說一個大型的上落市 就未必 或者我們覺得 是未走一個單邊星市 所以如果不是走一個單邊星市的話 如果你要我買東西 或者高過我預期的買入價去買的話 我一定確保 所以我自己覺得 都是維持42元以下 我覺得這個直播率會進一步提升 也都提升潛在的所謂的網利空間 然後有讀者問騰訊700的走勢 好像很久都沒有什麼人問騰訊 是 沒有太大改變 因為暫時來計 科技股可能都是相對這幾天做得好些 但是我自己都維持之前的判斷 就是除了中概股的憂慮大家淡化了之外 其實又不像有些好好消息 也提提大家 其實它的業績是差過大家的預期的 所以如果以現價390元左右的話 直播率未必太高 之前來計算我們就說 400到450元是區間 那就糟糕了 現在我覺得下面的區間可能是350元 這個提過的 350元到4050元 410元就會是它另一個所謂的新的區間 簡單來說就是區間下移了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390元 今天升了3%了 390元 你再買上去的話 10至15元又好像不是很直播 所以我想我要買騰訊 或者買科技股的話 我要等它靠低一點 貼近350元 不行了我等不到 360元 這些位置我覺得直播度會高些 起碼靠近400元 你也有差不多10%了 我覺得這些水平的話 會相對吸引一點 下一隻就是16500 不時講的有儲行 問是不是上網前頂呢 等一下 前頂是多少呢 先看看 前頂也好 等一下 16500 我先找回圖 我要看一看大家的東西 應該沒有看我今早的節目 因為今天我都說了新的部署 前頂就是 看到了 就是6.82元 差不多了 我想6.82元 其實說真的 如果大家記得 我們一開始所說 5.2元買入 都是看6.62元 一隻內銀股 在兩成都不算少 所以某個程度上 現在6.5元 都少少高過我們預期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們不是買油柱行 我們分開兩部分 如果是修飾類別 我們買工行和農行 如果是進工類別 我們買招行 所以第二季 這個16500 是落選了 大家要小心 當然你說 不是 我拿著 肥胎 怎麼辦 拿著的我想可以再推高一點 但是6.66元 我想差不多 因為你看回估值來計 油柱行其實就不便宜 只不過暫時 全世界都在說 我打開報紙 打開電視 都在說內銀 變成資金還撐著它 但是其實 跟它第四個業績 以現在的估值來說 我想再上的空間 不算太多 所以你可以讓利潤滾傳 等到6.66元 或者再上一些 至於估值 但是都要小心 我們第二季的選擇 就不是油柱行 所以大家要記住 我都說了兩三個星期 當它出了業績 我們重新多次PPOP 重新看多次估值 我們今天 今早上得出的結論 就是 招行、工行和農行 油柱行 是曝光了 那奧落選了 下一隻 1398 工商銀行 現在的買入價 你推薦多少呢 我明顯的朋友 是沒有看今早節目的 但是應該有看 有看的話 不然你不會知道 是1398 好 大概都要 都多 都要4.4這些位置 我才會買入 大概4.4左右 好 接著下一個問題 是問內銀 是不是看法不變 看法不變 是的 因為第一 現在的市場 是喜歡買一些收息類型的東西 這是第一 第二 業績本身 剛剛公佈了 雖然是有業績快報 但是叫做正式公佈 都是3月底 是對版的 所以業績OK 派息增加的話 我又沒有理由特別看淡 不過唯獨是要high 一件事就是 有部分的股份 包括建行、郵柱行 都不算很便宜 所以相對於 例如我們又說歷史 我們去年可以操作一六五百 操作兩次 兩次低 五元買六元沽 兩次加上40%盈利 又或者十月份 我們轉了做建行 五個二買 六個幾沽 又兩成 我覺得最酷的浸 都出現了 所以現在你買內銀的話 你又不要期望 特別在這個價位 短期裏面有兩成的利潤 我覺得難一點 行不行 好 接著下一隻是 八六百順二玻璃機 導者在二十個半馬入 應該幾錢走 好啊 等等先 八六百 都買 但是我覺得近期來算 都可以 三爬兩背 都上回比較高的水平 其實都很貼近你的價位 我覺得可以繼續拿著 除非你說 不是啊 我經歷過 當然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買 可能經歷過 中間是捱價 很辛苦 現在終於回來 十九個九 十九個幾 還有十九個九 接近二十元 差不多回家鄉 是不是應該走了 所以說了 我會覺得 今年來算 其實八六八應該不需要看得太淡 還有你用過去的數據去看 二十元其實也不算很高 所以我自己看 除非你真的有個心魔 回到家鄉 就先沽了 接著將來再看點再買 否則我覺得應該可以繼續拿著 但是只不過就是 你要看給了中線 始終他自己第一 大部分的盈利貢獻 是來自九六八 即光復玻璃 另外有他自己主力做的 防發玻璃 建築玻璃 汽車玻璃等等 前景都不差 應該反過來 你連做得最差的汽車玻璃 都升上來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大貪少少 是咬多少少的 初步估計的話 我想起碼試回大概 二十一個半至二十二元 機會是大的 所以用現價去看 一兩元都降了十個巴仙 其實都不少 所以我想回家鄉先 回家鄉 看看到時你再看看自己 心理情況 可不可以承受到 繼續拿下去 賺多五至十個巴仙的利潤 下一隻是1919 中原海洪 因為首季發營起 問現價入不可以 好 等等 1919 你問我的 1919如果你要現價買 我當然覺得差點 因為我經常有個疑問 當然我們沒有很積極推薦 我們之前有說的2343 但怎樣也好 你現價才去買 我又很難過我自己的關 還有當你剛才所說 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說第一季 是業績很英俊 如果這個消息都出賣 我覺得反而有些投資者 可能會出現一個獲利回套 上個禮拜五 升得多 一枝大洋燭 但今天來計 就不跟的事 還有一點點回套 所以我自己說 我之前說要十二個幾十三元買 我都是維持這些位置才買 這個價位十四個秋二 我就不想買 因為我情願賺不到 我都不想輸 所以一九一九 或者航運股 暫時都可以留意 因為真的交到供貨 但那個著眼點 就是哪個價位買 我就很著重 這個價位十四個秋二 我談一談一談 接著就是939的建行 今天也有很多人問一下內銀 現在有貨的 還有賺錢有什麼建議 今天做過五個九一半 英俊的 今天都升0.4% 都是那句 第一 有貨的 我想六元六個二 會不會至少估一半 因為都不便宜 當然 不是 都還是五六倍市盈率 你不會預期 一隻內銀股是二十倍市盈率 所以你不能跟其他行業去比 但用它自己的價格去比 第一 第四個業績不差 不過都不是特別量賴 農行是比較漂亮的 所以我們這個季 是選了公行 反過來 它跟公行大家差不多大小 都是最大的那兩間 大家估值都是這麼便宜 那為什麼我不選一隻 營運效率 在去年那季做得好些 所以我們選了公行 所以如果真的升到六元六個二 我就傾向會減一下磅 甚至最好就是 不知為什麼 建行升到六個幾 然後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些內銀 又不知為什麼跌了下去 那我當然是做一個換馬 我覺得這樣拿下去就會好些 但反過來 如果你還沒買的 六元才買建行 不是不行 不過直博率未必那麼高 還有中間那個股價的波動 就會令你可能有點擔心 因為你收息 是收五六七厘 但你的價格如果跌幾厘 對你總回報的影響性都大 所以未買就都說過 今季不買建行前 如果有貨那些 就希望出現一個極端情況 就是建行升其他浪漫跌 就考慮了一個 起碼換一半 換一半的角度去看一個換馬的部署 又是時候加快一點 好收到 914海螺水泥 讀者問今年水泥股怎麼看 而它是39元有貨的 如果想加著應該看什麼位 914我們看好的 不過暫時來說是差一點 基本上我們最初是43、44 跌了下去的 然後那些都是賺錢的 今天就做42.3 升了大概2.8% 英俊的 我的論調都簡單 你內地經濟壓力越大 因為剛剛公佈PMI是差過預期 以及3月份開始 吉林省、上海其實疫情都反彈 令到大家對於內地經濟憂慮加劇了 明顯地收橋保路一定加大力度 李克強也說了 就是接下來的政策要早出、快出、盡出 所以是有一個衝擊在這裡 唯獨是房地產頭兩個月甚至三個月 銷售也好、新屋動工也好 都是差了一些 所以整個論調其實今年看得很好 但除了國策、收橋保路之外 另外那兩項還未出現 如果那兩項出現的話 我想應該44、45、46元 那兩項是甚麼呢? 第一,煤炭價格下跌 第二,房地產的投資增加 如果阿爺收橋保路加大力度 內房關於新屋動工又增加 然後它的成本,煤炭價格又跌 那就是perfect storm 一個最好的情況出現 44、45、46元應該到了 但現在差一點 所以你看到近日來計 這幾天升了 但其實都是純純落落為主 始終都是差一點點 所以今年我們看好的 但短期都還要留意一下 剛才所說的情況有沒有出現 也都不會麻木 阿爺接下來吹谷的了 那50元的了 那又不可以麻木去相信某些概念 好,下一隻270 那就是越海投資的 那讀者是13元有貨 那就是想問前景 這隻是一隻東江水的供應商 是 好,先按多一次 你今天的電腦和我的人一樣 一樣 按出來 好了,按到 多少錢賣 是13元有貨 哦,現價做的10.48元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它主要來講就是東江水 或者大家覺得它 就是用一個收息概念比較穩健 但是以現價來計 其實要回到13元 都欠兩個多 接近是25% 所以如果一隻半公用股 要升這個25% 我想機會是相對小的 那如果看回之前 大概雙頂的位置 都是說11元附近左右 所以我想第一件事 大家要留心 就是如果買任何股份 都要考慮買入價 如果買入價偏高的話 這個故事說得挺好聽到 它跌了下來 要追回是相對難的 所以暫時去看 11元已經有點阻力 所以短期應該是回不到家鄉 至於你說要去加注 我又不是很看到 越海有些太特別優秀的地方 所以我也是那句 我從來不會被一隻股票困擾著我的 就算我在越海輸了 不但我不一定要買越海幫我追回 我用整個組合的角度去 舉個例子 會不會有一隻龍行幫我追回 所以如果我問你 你當你沒有買過越海 這一刻你覺得越海好一點 龍行好一點 還是中移動好一點 你可能會覺得中移動好一點 那你就應該把新的資金買中移動 所以不要被某一隻股份困擾著你 總之這一刻哪隻股份的基本因素好一點 你就買那隻 用新的那隻幫你追回舊那隻 因為舊那隻應該都不可以 短距裏面回到家鄉 那這個就是第一要小心 因為你今次搞得到越海1.0 你下次有越海2.0 和越海3.0 所以記住 哪個價位買呢 其實可能比起買哪隻股票 是更加重要 這件事也不要怪我 講完又講 講完又講了 好 三大電訊商 看不看好 以及如果看好 哪隻比較好 最喜歡一定是941 但941這些價位 你又很難買得下手 所以我會選一隻聯通 你問我我會選擇聯通 等等 看看現在聯通幾得C 好 哎呀 電腦傻了 好來了 7 2 好 按到出來 現在3.9 要3個 我之前好像說3.8 當然了 如果你之前買了中聯通 你自己都未必太開心 因為不是很升 但我維持回來 你要是就等941 肯下來 如果不是的話 中聯通 我想都很低下 3.8以下 可以買一隻中聯通 好 接著下一隻 1313 都是水泥鼓 滑潤水泥控股 那就可以上網多少 第一 我是介紹914 第二 我一直都沒有什麼 是叫做上網多少 因為市場會變 所以突然間 我看到煤炭價格 是跌到550元 目標價會完全不同 但反過來 煤炭價格現在是升的 目標價就會下移 所以我今天跟你說是多少 其實參考價值不算太大 不過 既然大家這樣問 那也要回答 所以我會用技術分析 跟大家做一個比較 好 等20秒很快 如果你問我 那不是很多 因為現價是在做6.74元 其實大概7至7.1元 其實是前項位 已經有些阻力了 所以如果這樣看 短期upside就不太多 即技術上去看 好 剩下一點時間再回應一個問題 好 可能1299有幫保險 就問現價人入得 今天就收補83.9元 我覺得起碼都80元以下才想 因為我始終覺得第一季的業績 可能會令大家失望 因為到現在為止 來自香港的保費收入 肯定跌 你看都看不到 怎樣做保險銷售 所以我覺得第一季的 我知道他第四季的業績是英俊 但是那個是過去的 我始終有點擔心 所以80元以上就一定不想 80元的話 越低越好 但是我會這樣想 是不是很急去買右幫 因為現在的疫情 在緩和當中 但是這個疫情很難估計 你經過清明 經過4月21 要重啟一些社交的情況下 會不會有反彈呢 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對於 香港的經濟 或者香港疫情 掛歐度比較高的股份 我都要打個9字 或者打個8字 我才買 所以80元以上肯定不賺 好 那時間差不多了 感謝給你的解答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